三毛的作品 撒哈拉的故事 自由是埋在每个人内心的一颗种子 人对自由的渴望与生俱来 但人丧失自由权似乎也是与生俱来 我们深受俗世的各种束缚 在无法全然自由的现状中 渴望流浪 渴望逃离 希望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 尽情舒展自己的灵魂 这一切 三毛做到了 他的撒哈拉的故事 不仅是对撒哈拉生活的记录 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是一面飘扬在撒哈拉沙漠的旗帜 为无数向往自由的人 点亮了精神标记 阅读撒哈拉的故事 我们不仅能体验那片沙漠上 有趣的生活 也能让自己的灵魂 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尽情驰骋 自由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 让我们一起开启共读吧 三毛本名陈茂平 后来因为他觉得帽子难写 便自己改名为陈茂 他年幼时阅读了三毛流浪记 与三毛从军记等书 深深地被书中主人公三毛的事迹感动 便在出版作品时取三毛为自己的笔名 1943年3月26日 三毛出生于重庆的一个律师之家 1948年他随父母前往台湾 幼年时期的三毛就表现出对阅读的爱好 五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 初中时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 但在初二那年 三毛因为老师的一次体罚 而患过严重的自闭症 陈家老二 家人眼中的三毛里 有这样的记录 三毛很不幸遇到了一位愚蠢至极的数学老师 这位老师面对三毛糟糕的数学成绩 非但没有耐心地辅导 鼓励 还以怀疑侮辱的方式进行惩罚 在遭这位老师用墨汁画黑眼圈 并罚绕操场走一圈的侮辱后 三毛对学校产生严重的畏惧抵触心理 并开始偷偷逃学 跑到郊外安静的公墓里徘徊 更加疯狂地看他想看的书 三毛在小时候 就在老师那儿遭受到了不平等的态度压制 变得自闭更加敏感 同时也更向往平等自由的人生 最终他退学了 整整与外界隔绝了七年 但幸运的是 三毛的父母从未想过放弃他 他的父母一直相信他 支持他 三毛退学后 他的父母亲便细心教导他 让他在诗词古文 世界名著 与英文学习方面打下了基础 他跟随顾福生 韩湘宁 彭万池三位画家学习画画 在21岁时 三毛才走出了自闭的阴影 于1964年进入文化大学哲学系学习 1967年再次修学 之身远赴西班牙留学 之后的三年 三毛先后就读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 德国歌德学院 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 这对他的人生历练和语文进修 有很大的帮助 1970年 三毛回到台湾 受张祁云先生之聘请 在文化大学德文系哲学系任教 后来又因为未婚夫促世 他在哀痛之余 再次离台 又到西班牙 三毛曾无助地呐喊 我不知道这永恒空虚的时光 要何时才能过去 我就那样 义无抗拒地被卷在雨里 我漂浮在一条河上 一条沉静的河上 我开始无助地漂浮起来 也许他的笔名 就暗示了他的命运 如三毛流浪记这个书名所昭示的 三毛的人生颠沛漂泊 似乎一生都在流浪 三毛出生在重庆 小时候居住在台湾 他一生去过许多地方 西班牙 美国 德国 撒哈拉沙漠 大加纳利岛 拉巴马岛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他喜欢流浪 喜欢流浪时遇到的各种新奇事物 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安之若素 体现了此行安处是无乡的淡然 一个人读了万卷书 还行了万里路 他的生命的宽度被极大的延展 获得了内心的充盈 有一天 三毛看到了美国杂志 国家地理杂志中的撒哈拉沙漠 他被图片中的那片土地 深深吸引了 在1973年 他终于禁不住撒哈拉沙漠的诱惑 与深爱着他的西班牙青年何希 来到这片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结婚 生活 白手成家 在撒哈拉沙漠生活期间 三毛结合自己在抑郁的生活体验 与所见所闻 写了富有真挚情感 与抑郁风采的许多散文作品 当时联合报的主编 平清涛先生 鼓励三毛将作品结集出版 于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 撒哈拉的故事就诞生了 撒哈拉的故事 于1976年5月 由台湾皇冠出版社 正式出版发行 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反响与关注 让读者体会到了撒哈拉的独特风景 与三毛纯粹而自由的灵魂 本周 我们将要共读的这个版本 收录了三毛的19篇散文 及9篇书信 包括沙漠中的饭店 结婚记 娃娃新娘 沙漠关玉记等等 每一篇散文都体现三毛对生活的热爱 与对世界的理解 这些文字记录了他在沙漠生活时的所见所闻 经历的趣事乐事 与无声的抑郁大地上的种种事件 在这本散文集中 我们可以读到真挚的爱 生活的甜与趣 真实而自由的灵魂 善良与博爱 尊重与平等 可以感受到三毛 在单调荒凉的沙漠中 对生活满腔的热爱 和面对贫苦困难时的坚定与刚强 不负我心是三毛信奉的格言 在他看来 人的一生就在认识自己 追寻自己 坚持自己 即使面对多变的世界 面对各种生活环境与苦难遭遇 只要心中有恒定的灵魂归宿 不断追寻生命的意义 拥有健全的人格 那么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三毛是任性的 他任凭内心自由地飞翔 浪迹天涯 敢哭敢笑 他有一种生命的自信与坚毅 有适应生活温度的能力 一个人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才是真正的自由 在这本撒哈拉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三毛作为一个具有自由灵魂的女人 如此地热爱大自然与自己的生活 以及对撒哈拉当地的人与世的尊重与宽容 三毛在流浪中寻找着梦中的橄榄树 生活在现实与艺术的交界处 他幸福地做着一个异乡浪客 撒哈拉的故事就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与见证 撒哈拉的故事就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与见证 撒毛与撒哈拉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撒哈拉沙漠 一个令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地方 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沙漠 这里炎热荒芜 气候恶劣 但其身后纯净的黄沙大地 又让人感觉到它的神秘 生活在世俗的镣铐之下 有多少人曾渴望放下一切 去追求诗与远方 而三毛他真的做到了 三毛曾回忆 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 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 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 那期书里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 我只看了一遍 我不能解释的 属于前世回忆式的乡愁 就莫名其妙 毫无保留地 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 撒哈拉沙漠 是三毛勾连起前世乡愁的 一片陌生的大地 那里有无尽的黄沙 有血橙色的阳光 撒哈拉沙漠 在我内心的深处 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呢 撒哈拉是三毛的梦中情地 是焕发三毛生命激情的一个地方 在撒哈拉沙漠住下后 正是黄映 天是高的 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结婚记中有 连练练平滑 温柔地如同女人动体的沙丘 迎面如雨似的狂风沙 较烈的大地 向天空伸长着手臂 呼唤思教的仙人掌 千万年轻人掌 千万年前枯干了的河床 黑色的山巒 深蓝道冻住了的长空 满布乱石的荒野 这一切的景象 使我异乱神迷 目不暇迹 还有一个清朗的夜 月光照着像大海似的 一座一座沙丘 它总使我联想起超现实画派 那一幅幅如梦美似神秘的画面 这种景象在沙漠的夜晚里 真真是存在的呀 除了沙漠的天然美景 让三毛与河西的生活 具有诗意与美感的 是他们对自己小家的装饰 白手成家这片散文 记录了他们改造房子的过程 刚开始 他们住在一个 破败的小房子里 房子的地板是水泥糊成的 糊得高低不平 撒哈拉的气候 昼夜温差大 晚上温度会降到零度 三毛在刚来时 只能睡在睡袋里 他常常寒冷到难以入睡 等到河西下班回来 以假期的时间 他们全力装饰自己的房子 河西自己动手 用三毛向当地财主讨来的棺材板 做床板和家具 三毛用从垃圾堆捡来的 旧轮胎和羊皮 自己动手制成坐垫 花花绿绿的空酒瓶 在三毛的手下 便成了涂上了各种图案的花瓶 书架被三毛厚厚地 游了一层深木色 几经修整 他们的小家终于变得温馨 而富有艺术气息 雪白的墙 自制的鲜艳沙发 棉纸糊的温柔灯照 厚重的书架 满屋的书香 飞舞的毛笔书法 流淌的音乐 骆驼头骨铁皮玻璃 还有从野外采来的一束 怒放的野地荆棘 这些种种 让整个屋子看起来 洁净明亮 温柔优雅 富有生命力 他们几乎是从零开始 在偌大的沙漠荒地中 搭建了这样一个 美丽的安身之处 他们定居的 非洲西北部阿雍小镇 属于西班牙的管辖区 淡水要靠政府定时定量供给 当地居民常年不洗澡 物资极度贫乏 牛奶也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 沙漠恶劣艰苦的生活环境 带给三毛的 有最初的孤寂 有动手打造自己小家的欣喜 更多的 是提供了创造理想生活的 多种可能 三毛在素人渔夫中说 长久的沙漠生活 只使人学到一个好处 任何一点点 现实生活上的享受 都附带的是心灵 得到无限的满足和升华 三毛在这片土地上 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 何西每天远在数十公里外的地方工作 三毛在家为何西制作中餐 教邻居的女孩们认字与算法 替不识字的人翻译书信 给需要的人送药 还用自己的医疗常识 帮当地人看病 每件事情都透露出 这个传奇女子 对生活的热爱 和面对困难的坚定 三毛在自己的生活中 去适应关怀这片大沙漠 沙漠之于三毛 是宁静的居所 是灵魂的归宿 在三毛的笔下 撒哈拉沙漠蔚蜚蓝的天空 血色的斜阳 优雅前行的骆驼 淳朴的撒哈拉居民 千窗百孔的大帐篷 铁皮座的小屋 担风骆驼和成群的山羊 给了他远离沉潇的宁静 和心灵的平静 也让他认识到了世界的多样 对他而言 撒哈拉沙漠 就是心灵最好的寄居所和栖息地 三毛曾强烈表示 他对撒哈拉沙漠的热爱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撒哈拉了 也只有对爱他的人 他才向你呈现 他的美丽和温柔 将你的爱情 用他亘古不变的天空 默默地回报着你 静静地承诺着 对你的保证 但愿你的子子孙孙 都诞生在他的怀抱里 在这样充满大自然馈赠的大沙漠里 三毛想自然学习 尊重不同地方的风俗 理解生命的意义 爱自己 爱他人 撒哈拉沙漠是三毛笔下的精神乌托邦 是洋溢着异国风情的美丽沙漠 和超越种族的真情居所 直到今天 很多中国人了解撒哈拉沙漠 了解撒哈拉沙漠里的人与故事 是从他写的撒哈拉的故事开始的 三毛怀着一颗自由之心 在一望无尽的荒漠中 燃烧起生命的激情 照亮了身边的人 并让自己所到之处 解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三毛与他的丈夫何希 在撒哈拉又一起经历了哪些事情呢 他们的爱情在撒哈拉沙漠中 会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呢 每想你一次 天上飘落一粒沙 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这句话让无数人感动 也让无数人对三毛与何希的浓烈爱情 充满了羡慕 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之所以让我们着迷 很大部分原因是 在撒哈拉 撒毛与何希的爱情之花盛开得无比绚烂 他们的爱情与婚后生活 让无数人向往 在撒哈拉的故事中 沙漠中的饭店 结婚记 荒山之夜 素人渔夫 白手成家 这些篇章 都为读者展现了三毛与何希 在撒哈拉沙漠的甜蜜生活 三毛与何希相遇与结婚的浪漫故事 已经被很多人熟知 并为此深受感动 何希 一个比三毛小八岁的西班牙男子 遇见何希的那一年 三毛在西班牙上大学 那时何希还是一个高中生 他们在圣诞之夜相识 二人对彼此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之后 何希也开始频繁找他 有一天 他突然跑来对三毛表白说 艾口 你在等我六年 让我四年念大学 两年服兵役 六年以后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我一生的向往 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 里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太 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 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三毛虽然感动得想流泪 但还是婉拒了他 并告诉何希 不用再找他了 何希离开时 手持长袋的法国帽 倒着脚跑 一边还微笑地对三毛说 艾口 再见 艾口再见 艾口再见 眼里浸满泪水 却还在坐着鬼脸 然而 在三毛同事未婚夫之后 命运又让他遇到何希 何希始终记得 他们的六年之约 临近晚上时 三毛便又匆匆赶去好朋友家 见面时 好朋友只是叫他闭上眼 等候 而此时 三毛被人突然拦腰抱起 旋转 三毛睁眼一看 是何希 他开心地说不出话来 就任由这样的快乐 变成漩涡 将他围绕在里面 六年后的何希 已经是一个成熟俊朗的男子 他看见何希家一面墙上 贴满了自己的照片 非常感动 深觉 这就是自己要嫁的人 他们的故事 就这么展开了 这朵爱情之花 发芽在西班牙 盛开在撒哈拉 在结婚季里 三毛跟何希说 要去非洲 要去撒哈拉 何希虽然不能理解 但是他愿意尊重 三毛的想法 何希再次确认三毛的心意 见他心意已决 于是自己悄无声息地 申请到了撒哈拉的一份工作 在林矿公司找了个职位 自己先去了撒哈拉 三毛写信告诉何希 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 况且我就是去了 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 无法常常见到你 何希回信告诉他 我想得很清楚 要留你在我身边 只有跟你结婚 要不然我的心 永远不能减去 这份痛楚的感觉 我们夏天结婚好吗 何希向他求婚了 这封信写得很平实 三毛却看了快十遍 不久三毛收拾东西 退掉了西班牙马德里的房子 奔赴梦想之地撒哈拉 临行前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走了 结婚去了 珍重 再也不见 三毛来到西属撒哈拉后 住在小镇阿庸 当时何希住在他工作的宿舍里 两地相隔来回也快一百里路 但是何希天天来看三毛 何希兴高采烈地对他说 好 现在可以结婚了 三毛却说 接下来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去旅行 何希答应他 并一起去咨询了当地的结婚政策 在三毛旅行期间 何希努力工作赚钱 每天都动手做家具 经过几番手续的折腾后 三毛与何希终于结婚了 在结婚季里 三毛以活泼的笔调 记录了他们结婚前后的 种种趣事与幸福 结婚的前一天 他们都不知道要举行婚礼 三毛到法院去办事 才得知第二天可以公正结婚 三毛在路上遇到何希的同事 让同事告诉何希 明天来结婚 第二天 他们兴冲冲地赶往法院 没有婚纱 没有婚礼 他们只是穿着平常的衣服 就去结婚了 去结婚前 何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在沙漠里找到了一副 骆驼的头骨 何希对三毛说 沙漠里快走死了 找到这副完整的 我知道你会喜欢 果然 三毛很喜欢 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婚礼物 何希不愧是自己的知音 这种互相体谅 彼此尊重 有心意相通的爱情 是命运对这位坚韧自由的女性的 美丽的馈赠 在沙漠的饭店里 三毛提到 我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 但是我极不愿在婚后 失去独立的人格 和内心的自由自在化 所以我一再强调 婚后 我还是我行我素 要不然不结婚 何希当时就回答三毛说 我就是要你你行你素 失去了你的个性和作风 我何必娶你呢 何希爱的 要取的是原原本本的三毛 我行我素的三毛 而三毛爱的 要嫁的 是让他成为他自己的何希 就像泰戈尔曾说的 你若爱他 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他 并且给他自由 三毛与何希曾有这么一段对话 何希说 你是不是一定要嫁个有钱人 三毛说 如果我不爱他 他是百万富翁 我也不嫁 如果我爱他 他是千万富翁 我也嫁 何希说 说来说去 你还是要嫁有钱人 三毛说 也有例外的时候 这段对话 曾让许多读者 为之感动 简单的对话 却有着真情的语韵 三毛知道 何希是他要一起 厮守终生的人 三毛认为的浪漫 并非世俗必须的奢华与仪式 结婚那天 他们连手捧花都没有准备 三毛集中生智 去厨房 拿了一捆芹菜 当手捧花 三毛曾说 我的写作生活 就是爱情生活 我的人生观 就是我的爱情观 在三毛与何希那里 婚姻不是羁绊于负担 是共同生活 共同承担 是一起追求美善与和谐 在白手成家里 何希找到的一处住所 原本非常简陋 何希自己动手 画家具的样式 给三毛挑作家具 刷墙 三毛则自己跑到 很远的地方 要来木彩 布置客厅跟厨房 订阅杂志 他们一起将自己的小家 布置成沙漠中 亮眼的风景 在素人渔夫中 何希提议 穿过阿尔及利亚的内陆 到海边去 沿着一千多里长的海岸线 去散散心 后来 他们去车往返几百公里 从海边钓了些鱼 他们买了一些牛肉 蔬菜和酒 与刚钓的鱼一起 做成美食 邀请同事和朋友 来家中一起吃鱼 虽然钓鱼很辛苦 但他们还是很享受 这次海边之旅 可以说 撒哈拉的故事 就是三毛与何希之间的信物 是记载着 二人生活点滴的文物 是他们爱情的纪念品 诗人爱卿说过 这个世界 什么都古老 只有爱情 却永远年轻 三毛与何希的爱情 与年龄无关 与国旗无关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说 大多数人都把爱的问题 看成主要是 被爱的问题 而不是看成 主动去爱和爱的能力的问题 于是爱的问题就是 如何能被爱 如何变得可爱 爱是一种能力 爱也需要互相地回应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与付出 双向奔赴的爱情 才最令人向往 爱情是人生美丽的际遇 与你同行的 一定是与你灵魂相似的人 三毛与何希 是沙漠之中 至真至情的一对 面对撒哈拉不同的文化习俗 三毛和何希 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都遇到了 哪些有趣的人呢 大家好 我是珊珊 今天是 《卖家陪你读书》的 第2125天 共读的是 第301本书 三毛的作品 《撒哈拉的故事》 如果喜欢 可以分享给更多 爱读书的朋友 《卖家陪你读书》 一起读书 一起成长 三毛为了在沙漠生存 他选择的生活艺术 就是爱 泰格尔也说 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他定睛望着风暴 却雾不为动 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 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 爱的前提是 三毛是他自己 三毛有着独立的人格 有天真的童心 有对生活的激情 更重要的是 怀有大爱之心 身处抑郁 面对与自身文化 和习俗的差异 三毛用善良博爱 与这片大沙漠中的人相处 在《玄虎几世》 这片散文中 三毛讲述了自己 常常为撒哈拉沙漠的 居民行医的故事 由于传统贫困居民 观念的落后 当地妇女的脸 终日藏在面纱之下 她们不愿找男医生看病 一个叫姑卡的女孩 才十岁 居然就要出嫁 她的大腿内侧长了一个 肿得如核桃一般大的红鸡子 也不去看医生 原因是 这个地方不能给男医生看 而且她又快要出嫁了 还有三毛的邻居法蒂玛 她生产时不去医院 也是因为医生是男的 想让三毛去接生 何希一再阻止三毛多管闲事 但三毛仍然不忍心 去邻居家给予帮助 面对这样的愚昧救手 三毛一方面尽力帮助 一方面也感到无奈 在爱的寻求中 沙伦是百货商店的伙计 三毛因为常去买东西 而与她熟络起来 在三毛看来 沙伦是个极其老实 木讷的小伙子 沙伦从小缺爱 这让她无比想念 曾经与她在一起的女子 并且还把父亲 遗留下的三十万 作为聘礼给她 但她收到钱后 便杳无音信 在三毛看来 沙伦被骗了 但沙伦总想 请三毛帮她写信 给那个女人 她的回信依旧是要钱 沙伦又被骗了 但她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而是没日没夜的工作 存钱去找她 直到她被逼 选择了卷走 各个杂货铺 进货和面包店收账的钱 走上了歧途 沙伦对爱的寻求 是纯粹的 但也是盲目的 最终如飞蛾扑火 走向歧途 沙伦把自己对骗子的爱 作为生命的价值 并堵上了自己的所有 唏嘘的同时 我们又不得不感慨 爱的力量 在亚奴这篇中 主人公亚奴 是依附于有钱人家的工人 他们可以被雇主出卖 而为另一个雇主干货 有一次 三毛遇见了一个小黑奴 没有考虑太多 就在皮包里 找出两百块钱给他 然而当天傍晚 小黑奴的父亲 找到三毛的家 有理地将钱还给了三毛 三毛不肯要 但亚奴还是执意 把钱塞给了三毛 又像败了一下的 弯下了身 合上手 对三毛笑了又笑 谢了又谢 才离开了 一个星期后 三毛在打开家门时 发现门口放了一颗 清脆碧绿的生菜 上面还撒了水 三毛知道 这是亚奴给的礼物 他找出一个大口水瓶 将这颗菜 像花一样竖起来插着 放在客厅里 舍不得吃它 两个月后 亚奴被安排到 三毛邻居家干活 三毛常常给他 水和干面包 亚奴也在他们面前 不断褪去了自卑 会跟三毛与何夕握手 亚奴呆呆地 望了一会儿天空 比比自己的肤色 叹了口气 过一会儿 他又笑了 他对我们直指他的心 在直指小鸟 又做了飞翔的动作 我知道 他要说的是 我的身体虽是不自由的 但是我的心 是自由的 亚奴虽然使用着 受限的身体 但却有着自由的灵魂 他懂得文明敲门 知恩图报 懂得星象 能干好活 他有自己的 幸福的家 但最后 亚奴被卖掉 而不得不离开 自己的亲人 时的场景 令人不禁 感慨流泪 论语有言 人者爱人 爱人 要先尊重人 尊重与我不同的人 像爱自己一样 爱他人 三毛跟撒哈拉人 蔑视的亚奴 叫朋友 没有自由身份的亚奴 在三毛看来 是在解释 人和自由的真正意义 和价值 有爱可以超越 国籍与种族 三毛以平等的态度 面对这里的人 让撒哈拉里的故事 多彩多样 在收魂记里 三毛说 对于这片大漠里的居民 我对他们 无论是走路的姿势 吃饭的样子 衣服的色彩和饰养 首饰 语言 男女的婚嫁 宗教的信仰 都有着说不出的关爱 进一步 我更喜欢细细地 去观察接近他们 来充实我自己这一方面 无止境的好奇心 三毛在大车课里写道 佛说 修百事才能同舟 修千事才能共枕 那一只只与我握过的手 那一朵朵 与我交换过的灿然微笑 那一句句平淡的对话 我如何能够像风吹拂过一群似的 把这些人淡淡地吹散 默然地忘记 每一粒沙地里的石子 我尚且知道真爱他 每一次日出和日落 我都舍不得忘怀 更何况 这一张张 活生生的脸孔 我又如何能在回忆里 抹去他们 周作人在《生活之艺术》写道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 动物那样的 自然地简易的生活 是奇异法 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 微妙地美的生活 又是一法 而这之外 别无道路 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 乱掉生活了 生活艺术 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 其实这生活艺术 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来说 不是新奇的事物 如中庸的起头说 天命之为性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三毛将中国的人爱精神 与西方的不爱理念 结合起来 在生活中实践 保持中庸的生活 爱身边的人 大爱可以消除陌生的壁垒 抵消对陌生的恐惧 面对撒哈拉的文化冲击 三毛是如何处理的呢 他又为撒哈拉的居民 带去了怎样的改变呢 三毛笔下的撒哈拉 并非全然是美好的 这里有传统的礼教观念 其传统观念束缚着女性 女性必须用布 把自己包裹起来 必须戴着面纱 不得同男人说话 甚至小小年纪的女孩们 常常就像长蛇妇一般 议论着他人的八卦 散文集的最后一篇 哭泣的骆驼 就讲述了这样沉重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殖民地 西蜀撒哈拉动荡局势之下 巴西里 沙伊达和鲁阿 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 巴西里是游击队首领 他的妻子沙伊达 是一名助产士 他的弟弟鲁阿 是一名警察 巴西里和沙伊达 都是那片贫瘠沙漠上 接受过教育的有识者 巴西里如同一位王子 英俊儒雅 而沙伊达就像天使 美丽优雅 巴西里为争取民族独立 带领游击队 同西班牙和摩洛哥政府对抗 他为了保护沙伊达 七年来 一直隐瞒两人之间的夫妻关系 而作为弟弟的鲁阿 一直默默地在背后 保护着沙伊达 这种亲情与友情的连结 让三毛与河西感到震撼与钦佩 一次 三毛与河西冒着生命危险 到鲁阿家参加家庭聚会 还没到门口 鲁阿的弟弟早早地来迎接他们 全家人都在为家庭聚会而忙活 鲁阿的母亲和妹妹们 在洋吃做美食 父亲将每个女儿都有的一副银角镯 送给了三毛 他们一家与动荡市局中相聚着 不谈政治 全情投入 因为每一次相聚 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是否还有下一次的团聚 还是未知 过了这天 巴西里和兄弟们 又要为民族独立而战了 尽管他们的战斗 与渴望民族的独立的愿望 就像天方夜谭 但他们立志 为民族而战的精神 在这片大漠上 闪着光辉 然而他们最后的结局 却是那么令人难过 巴西里被杀 沙伊达成了替罪羊 被处以急刑 手段极其残忍 沙伊达在临死前 受尽了折磨与屈辱 而鲁阿为了保护沙伊达 也惨死在自己人手下 故事的结局 是在沙漠骆驼的屠宰房 呈现了血淋淋而悲惨的一幕 只留下骆驼 在哭泣 读完这个故事 我们心里留下的是 家人团聚时的温暖 兄弟情义的感动 更有沉重的悲伤 三毛为我们呈现了 在贫穷落后的撒哈拉威 当地的勇士 尽管对自己的国家与人民 有清晰的认识 但他们仍旧坚守着自由信念 追求民族的独立 为向往的生活 而战斗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他们的精神才显得高贵 他们的爱情 才更让人心疼 另一篇《娃娃新娘》 讲述的是女孩 姑卡的出嫁 十岁的姑卡 已经被家长安排结婚 被迫进入成人的世界 整个结婚的过程 最令三毛愤怒的 就是迎亲的时候 三毛写道 最气人的 要算看迎亲了 阿布地下了车 跟着一群年轻朋友 冲进姑卡坐着的房间 也不向任何人打招呼 上去就抓住姑卡的手臂 硬往外拖 大家都在笑 只有姑卡低了头 在挣扎 因为她很胖 阿布地的朋友们 也上去帮忙拖她 这时她开始哭叫起来 我并不知她是真哭假哭 但是看见这批人 如此粗暴地去抓她 使人非常激动 我咬住下唇 看这场闹剧如何下场 虽然我已经看得愤怒起来 这还只是前奏 之后他们一面打 姑卡一面被拖到吉普车旁去 三毛对姑卡高声叫 傻瓜 上车呀 你打不过的 而姑卡的哥哥 却对三毛笑着说 不要紧张 这是风俗 结婚不挣扎 事后要被人笑的 这样拼命打 才是好女子 等一下入洞房 还得哭叫 你等着看好了 有趣得很 阿布地拉开布帘 进去了很久 不知过了几世纪 听见姑卡如哭泣时的叫声 然后就没有声息了 虽然风俗让她叫 但是那声音叫得那么的痛 那么的真 那么的无助 而悠长 等到阿布地拿着一块染着血迹的白布走出房来时 她的朋友们就开始呼叫起来 声音里形容不出的暧昧 在他们的观念里 结婚初夜只是公然用暴力去夺取一个小女孩的争吵而已 三毛 你想我这样很快会有小孩吗 她轻轻地问三毛 而三毛不知怎么回答她 她过去胖胖的脸 在五天之内瘦的眼眶都欠下去 给我药好吗 那种吃了没有小孩的药 她急急地低声请求三毛 而三毛一直移不开自己的视线 定定地看着她十岁的脸 好 我给你 不要担心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 并轻轻拍着她的手背 现在可以睡一下 婚礼已经过去了 从三毛的描述中 我们读出了那种愤怒与悲怯 不由的不寒而栗 在场只有三毛与何希两个外地人 他们只能愤怒 只能静静坐着 眼眶湿润 婚礼本应是收获美好与祝福的仪式 在撒哈拉 仍有体现对女子的轻视与迫害的旧习俗 妇女即使遭受着如此残暴的对待 她们也无力反抗 族族辈辈流传下来的观念 早已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 露俗的存在 无论在哪里 都在伤害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因为弱势的那方 是这个民族的受伤者 如此 这片土地上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 三毛以记录片时的笔调 描写了这些救赎场景 同时也传达了她对文明世界 对平等与正义的崇尚 除此之外 还有方林一篇 也读来让人印象深刻 三毛的邻居 常常到她家里来借东西 并且不会还回来 到后面 这些邻居越发觉得理所当然起来 在《荒山之夜》一篇中 三毛与何夕外处找话时 何夕不慎掉入一个泥潭 三毛跑出去找人帮忙 却遭遇三个当地男人的骚扰 最后还是靠三毛自己救出了何夕 在《收魂记》中 撒哈拉人认为 照相机会收走被拍者的灵魂 三毛则耐心地把胶卷拿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 相机不会收魂 三毛知道他们的观念落后 他们偏局异于 长期与外界隔离 会本能地害怕陌生的事物 因此三毛还从心底里尊重他们 跟他们解释 三毛用文字记录下 他在撒哈拉的所见所闻 引发我们的深刻思考 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 而在于体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人 也会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 也需要克服种种的困难 听不同的语言 三毛在他的另一部散文集 《语气不散来》中说 虽说一杀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更何况 世界不只是一杀一花 世界是多少多少奇妙的现象 累积起来的 我看 我听 我的阅历就更丰富了 我们读这本书 认识某个时期下 世界的某个角落的生存环境 与文化习俗 拓展我们的眼界 读书 不仅仅是读文字 读故事 更是发现世界 认识自己 除了这些令人大开眼界的故事 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中 又有哪些吸引读者的地方呢 三毛的散文语言 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评论家李静泽 对散文 曾有过贴切的比喻 写诗也许是跳跃 写小说也许是跑步 一个人不能永远永远 跳跃和跑步 那么他的正常状态 日常状态应该是散步 散文就是散步 写散文就像是散步 贴近我们日常的心 能够直接表达思想与情绪 撒哈拉的故事 所体现出的三毛的语言 是平实的 活泼的 它色彩清新 而又通俗生动的语言 总会吸引读者 进入充满灵性的时机 三毛的散文语言 不求深刻深邃 却展现出三毛的魅力 个性与丰富情感 如孔子所言 词答而疑疑 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 传达出自己真实的 所思所想所感 这样的文字 才能更好地抵达读者的内心 三毛常常运用多样的修辞 让文字愈加灵动起来 今天的共读中 我们将一起共读 三毛的文字之美 比喻的修辞 在撒哈拉的故事中 腐蚀皆是 在哭泣的骆驼中 三毛写沙伊达的美 灯光下 沙伊达的脸孔不知怎的 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 她近乎象牙色的双颊上 衬着两个漆黑的 深不见底的大眼睛 挺直的鼻子下面 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 销售的线条 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 那么的优美 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 沉静的微笑 像一轮出生的明月 突然笼罩了仪式的光滑 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 连我也在那一瞬间 被她的光芒震得呆住了 我眨了一下眼睛 又突然看见 沙伊达侧着脸 静坐在书架下面 长长的睫毛 像一片云 投影在她优美而销瘦的面颊上 在三毛的笔下 沙伊达是这片沙漠大地中 少有的受过教育的女性 她勇敢坚毅 同时也美如女神 在搭车课中 没有变化的生活 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纬 一匹一匹的岁月都织出来了 而花色却是一个样子的单调 又如鹿像一条发光的小河 笔直地留在苍穹下 在天梯中 中午的沙漠 气温高到五十度以上 我的汗湿透了全身 流进了眼睛 沙子在脸上刮得像被人打耳光 上课才一刻钟 狂渴和酷热 就像疯狗一样咬着我不放 在白手起家中 夜来了 我点上白蜡烛 看她的眼泪 烫成什么形象 这些巧妙的修辞 展现了三毛在撒哈拉沙漠中的生活 有的多是平静与单调 又或是对恶劣气候的忍耐 而就在这样重复的生活中 我们才更加珍视生命中 遇到的一切不同与陌生的事物 它们让我们增长经验 不断成长与进步 三毛让普通的事物发光 让与她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充满生机 三毛用精彩的文笔修饰了这片大漠 也装点了自己单调的生活 在阅读时 我们能够感受到三毛 在娓娓到来她的经历与故事 除了修辞 三毛散文语言中的色彩丰富 鲜明 在平沙漠漠夜带刀一篇中 三毛这样写沙漠 无边无际的沙漠 平滑 柔软 安详而神秘地一直沿到天边 颜色是淡黄土色的 我想月球上的景色 跟此地大约是差不多的 我很爱看日落时被染红了的沙漠 每日太阳下山时 总在天台坐着直到天黑 心里却是不知怎的 觉得寂寞极了 收魂记中有 沙漠有黑色的 有白色的 有土黄色的 也有红色的 我偏爱黑色的沙漠 因为它雄壮 何希喜欢白色的沙漠 她说那是烈日下 细致的雪景 颜色可以给人想象和画面感 产生直接的刺激和敏感的美 能够让人感觉到 色彩所体现的情感和情绪 三毛呈现给我们的是 多彩的沙漠大地 带给人无限的遐想 除此之外呢 书中还有体现三毛 母语经验的语言 如谍音词 相声词的使用 在白手起家中 我笑笑点点头 下了楼飞奔我甜甜的小白屋去 我下定决心不搬去镇上住了 我们整个周末都在打扫工作 天窗的洞洞里 开始有吱吱怪叫的撒哈拉威小孩们 在探头探脑 三毛的语言通俗简介 节奏分明 亚俗自然 三毛在我的写作生活里 谦虚地说 我的文字很浅 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看 一直看到老先生 可是这并不代表文学上的价值 这绝对是两回事 三毛的散文语言 充满日常的生活气息 同时这样的语言 让人感到亲切与活泼 由此形成轻松愉快 和明朗豁达的情感基调 而且个性率真张扬 三毛喜欢阅读 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 而他以细腻 敏锐 准确的感知力 展现撒哈拉沙漠独特的景象 用简单淳朴 自然精妙的语言 描写自己在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感受 毕书敏的散文语言 追求准、神韵、典雅与优美 引人入胜 体现对生命存在 有着智慧的思考 他常常于日常叙事中 自然地流露这些水到渠成 而又不乏深邃的哲理思考 罗应台的散文语言 简洁流畅 好像大河里的水流直冲而下 一血千里 他凭着直觉或灵感 一直写 没有雕琢或停留 具有诗性之美 三毛的散文语言 则采用一种平和轻快 率性浪漫的表达方式 没有生冷怪癖的字眼 和拖沓返场的句子 三毛的散文 在融入与展开语言的方式上 透射出的朴素优雅的美 展现了独特的感染力 仿佛对谈一般 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我们穿过语言的丛林 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大漠之上的人语境 撒哈拉的故事 为什么这么快智人口 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呢 流浪是一个永恒的母体 人类对流浪 常常有着某种迷恋 不是迷恋流浪本身 而是流浪背后 所具有的某种意义 即人类一直在寻找 一个灵魂的归宿 一个文化的精神家园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 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 浪迹各方 在找到精神的栖息地之前 我们似乎都是在流浪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这首含着淡淡忧伤的橄榄树 曾感动了无数人 三毛充满流浪和浪漫精神的探索 也从那时起受到强烈的关注 三毛是一位文化旅者 在漂泊流浪中 认识世界 寻找自我 寻找灵魂的栖息地 它代表了展现真我 追求自由 心有迷茫的群体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如何追求自由 它用实践与生活 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们读撒哈拉的故事 读到了撒哈拉的风土人情 三毛婚厚与河西 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 沙漠生活中 物质上的贫乏 与精神上的富足 我们惊叹于 它在贫瘠的生活中 所产生的愉悦和陶醉 它那散发着爱 希望 幸福同寂寞 单调贫瘠的生活 相交织的文字 让沙漠中的每一张画面 都变成了一个个童话 读这本书 好似在听朋友 讲述动人的故事 深刻地感悟 时而无稽地快乐 作家司马中原 曾说过 如果生命是一朵云 它的绚丽 它的光灿 它的变幻和漂流 都是很自然的 只因为它是一朵云 三毛就是这样 他用它云一般的生命 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 无论生命的感受 是甜蜜或是悲戚 它都无意搅逝 行间字里 处处是无声的歌音 我们稍稍用心 就可以听见那种歌声 美如天籁 被文明捆绑着的人 多管于世俗的繁琐 迷失而不自知 在撒哈拉的故事里 三毛描述的 自然环境中的沙漠 和他的真实经历 不仅写与河西的爱情生活 还把目光转向沙漠中的 云云终生 热爱生命的孤苦老人 善良聪明的雅奴 轻浮妩媚的妓女等等 展现给大众一个 真实的抑郁风情图画 起伏的大漠 黄沙落日 物质的贫乏 却阻挡不了心灵的依靠 和情感的归属 三毛用自己的针 书写了沙漠的爱 在爱的寻求中 三毛与河西吃过饭后 在天台上坐着 那夜没有风 河西叫我开灯 灯亮了 一群一群的飞虫 马上扑过来 它们绕着光 不停地打转 好似这个光 是它们活着 唯一认定的东西 我们两人看着 这些小飞虫 你在想什么 何西说 我在想 飞蛾扑火时 一定是极快乐幸福的 三毛对一切生命 都充满着尊重与敬畏 正是这种心态 让他在艰苦的撒哈拉 也生活得美好幸福 三毛虽身在贫瘠荒芜的沙漠 内心却如繁华似锦 三毛给撒哈拉的女子讲课 当赤脚医生给妇女儿童看病 无论军人 小偷奴隶 她都怀着最真诚美好的心 善待每一个灵魂 在三毛的书中 我们处处感受的是一种 至情至性的博大的爱 这是一种真切的 活生生的情感 没有繁复的说教 没有晦涩的道理 往事的回忆和生活的点滴 在平时的叙述中 娓娓到来 三毛曾一再强调 我的作品几乎全是 传记文学式的 不真实的事情 我写不来 我希望不要再等十年 我就能够再拿笔写 我以后要走我的路 找寻我的路 但是有一点 我知道我做不到的 就是写不真实的事情 三毛还说 我的文章也就是我的生活 我最坚持的一点是 我不能放弃赤子之心 至于文章的好坏 毫不在意 赤子之心 是三毛身上 难能可贵的品质 论三毛散文的 审美价值一书中写道 作为一个率性纯真 向往自由的女性 她无比真实地向世人 奉献了真正的悲于喜 美于丑 苦于乐 爱于恨 她只写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故事 她独特的生活经历 以及角色定位 决定了她的散文作品 体现出别具一格的 文学价值 也许她的作品 在文学史中 并没有非常高的地位 但是 却给读者留下了 深刻的影响 通过她的故事 在她浅进的文字之中 我们看见了一位 敏感 活泼 富有激情的女子 怎么为自己而活 畅快地活 关于三毛的一生 众说纷纭 但作为她的读者 我们获得的是 那份独特的阅读体验 这是三毛 给我们带来的 勇于出发 已经是一种成功 不管前路如何 都拥抱现在 拥抱我们 所能掌控的东西 如泰格尔的诗所言 你别驻足 拾起昨夜的花朵 今朝的落伴 别去寻求 那躲避你的事物 别去探索 那难以明白的道理 且把你一生中的空隙 留在原地 让音乐 从空尘的深处 涌将出来 三毛在流浪中 探索生命的意义 与人生的价值 三毛曾说 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 自由的人 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 绝不妥占 当问及 为何选择流浪时 三毛这样说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溅 清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宇秋宇认为 三毛的作品 之所以那样 快智人口 在于他对于一种 超越国别 超越文明界限的 具有战斗般的 坚强精神 与开放态度 正是凭借了 大自然的力量 凭借一种 超越国别 超越文明界限的 开放气度 和和谐精神 三毛清新的文笔 才有了金刚钻般的 重量和光泽 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乃至此后的作品 在读者群中 有如此强烈的反响 不仅仅在于 其作品中 对大漠奇特风情的描绘 同时也展现了 对于生命的真诚与挚爱 使得他实实在在地 成为了生命的参与者 他说 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 总是可贵的事 生命的过程 无论是阳春白雪 青菜豆腐 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 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呀 他的一生 他的全部作品 无不是对生命真谛的探求 真实地展现了文化交融 与冲突时代 都市女性的向往和追求 三毛的这一本散文集 满足了人们对潜意识中 摆脱束缚 追求自由 四处流浪的向往 也满足了人们对浪漫 与缠绵 爱恋的渴求 他说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 向来不觉得是 云云众生里的一份子 我常常要跑出 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 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我们的内心 都有一个三毛 我们喜欢他的率性 羡慕他的爱情 向往那个美丽的 湿于远方 他渴望自由 表现真实 心之如何 有似万丈迷津 摇梗千里 其中 并无周子 可以度人 除了自度 他人 爱莫能助 他告诉我们 我们终要靠自己 活出自己 想要的样子